假设你有登录你的Google帐号 而且你有加进来的话 那每一次上课的内容都会在这边秀出来 那我们今天是第四次上课 所以一二三你可以假设前面都一忘了 没关系你回去再把它听过 那只要点选下面有个完整影音的这个YouTube连接 那你只要手机时有吃到饱 或者你在WiFi环境下面 你就可以反复经过了 那大概就这样 因为这种东西不可能说马上你现学 马上学就马上会 一定还是需要一点时间去练习 那包含就是说像逻辑判断 上个礼拜讲的部分这些都有 那可能还是需要花一点时间 每一段影片我大概就控制在十几分钟吧 不过有的时候讲太多 就讲到20分钟去了 不过有的时候没办法 因为可能没办法没有中断的地方 所以就一路就讲下去了 但基本上还是会有一个断点 反正你们回去 就是把前面假设不熟的部分再听过 那另外的话有一些参考资料 云端白板上面或讲义里面也有了 讲义当然可能没有那么完整 或者不是最新的 那如果是最新最完整的 其实还是云端白板 那每一题呢 假设我们那个150亿的话 这边就有151的那个就是解答 你也可以自己看 不过手机上好像是长这样子 不过长怎么样 我是觉得因为我习惯用清单 所以我把它敲成清单 你可以找到你要的那个答案 那当然平常也可以一边看一边打 一边看一边打 那边反正练习久了就慢慢熟了 那今天的那个152在这里 当然练习题你可以从这边下载 也可以从那个范例档里面找到 比如从这边打开 可能要在这种档案 这边有个下载格式 那你把它下载成Essal 因为我是把它丢上去转成Google的试算表 但是你要下载你就再转回 它其实都可以转化两边 Google跟Essal之间是相通的 你就把它下载一样可以做练习 那这边的话152我刚刚讲的 其实大概几个方法 外物就用fine 那fine的话 当然你可以有fine牵刮壶 然后他哪个位置 如果你要找后面就变成说 你要再把它找到的位置 再把它加一再往后找 不过讲一直往后找 其实太复杂了 我反而发现 尤其是所以我一直强调 你如果太复杂的事情 用Essal内建函数 真的没有办法 即便做得出来 也会相当的头痛 而且光看都觉得 干脆用VBA来写一写就好了 所以前提是比较复杂的事情 不过工作里面 怎么可能会不复杂 应该会越来越复杂 不可能越来越简单 尤其是未来 因为慢慢是推AI智慧化 跟自动化 这些一定就是越来越复杂的程式 所以你可能要慢慢习惯 把Essal里面的公式 再慢慢转成VBA 或者是如果内建功能的话 我们刚刚那一题 我们主要是用内建的功能 那个资料剖析 不过如果你不用资料剖析 也可以写VBA 不过以这一题来看的话 应该是录制区集比较简单 那我把刚刚那一题 大概的那个结果 先秀一下 因为做完了 我把刚刚动作做完之后 按一下资料剖析 不过它会跳出这个东西 确定 OK 有没有 就剖析过来了 所以以后的话 假如你有很多资料 然后你要剖 一定会有 工作里面不外乎 就是把资料做分割 要的部分分别放在不同栏位里面 然后最后再把不同栏位 是要放在同一个初春歌 我发现好像很多都是分分合合 分分合合 大概就是这样子 那当然前提是 你要能够解决这个分分合合的问题 如果不是 你就变成你的滑鼠键盘 不断一直在动 变成因为土法链钢 但是如果你会写程式 就不用滑鼠键盘 因为它就自动完成 就像这个地方一样 有没有 它就自动 但会跳这个东西 把它完成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 也可以自己写VBA 不过如果你不写VBA的话 可以录制聚集 那录制聚集的话 我们前面讲过了 我比较快速的demo一下 比如说我假设 我今天需要一个 叫做资料剖析跟清除的按钮 那我可以怎么样 先开发人员 录制聚集 对不对 录制聚集前 你一定要彩排过 不然的话你一定录的 有一些不应该的动作 我建议要用快速键 Ctrl-Shift向下 不然的话你录下来 这个范围会是固定的 它以后就变B2到B8 你资料多了没办法 OK 所以我们就是 1 Ctrl-Shift向下 2 然后再去剖析 所以我把这个动作 快速做一遍 所以我们就录制聚集 然后名称的话 我就要资料剖析 按确定 那因为有一个 就都把它盖过去 然后1 有标放这边 它会录一行 叫Range B2.select 然后Ctrl-Shift向下 它会把这个Selection 帮你把它选起来 向下追踪 3的话就是 资料里面的资料剖析 然后记得用固定的 以后当然如果你有符号 就是比如自己一个钱瓜糊 那你可以用分隔符号 不过这里 刚好它位置都一样 你可以用固定宽度 但是固定宽度 记得就要点上面的尺规 但是记得要点准 如果你没有点准的话 比如你点Y的也没关系 像这边点Y 你可以再往前拉一下 它其实是可以移动的 所以不一定说 你马上一次做错 没有关系 做错不用再重来 你就点它一下 信价当然如果可以的话 点准就不用再动了 不过这可能要练习 因为真的不是每一个人 都可以这么准精准的 也就是把要的资料 圈起来就下一步 然后把不要的告诉他 不会录 意思就是再来就是不要的 不要的把它选起来 最后记得这个地方 目标储存格 意思是说 那请问一下你 这个资料帮你把它剖析 里面刮糊之后 那要放哪里 那哪里是哪个范围的开头 就是左上角那个位置 OK 那我们刚好要放在这一个 所以这边一定要改 如果你不改的话 它会把你的旧资料给盖过去 所以这边记得把它选B2 OK B2改C2 OK 然后按个完成 然后按确定 资料就过来 那清除的话 一样 录制聚集的话 清除部分 其实你可以怎么样 再来一个清除 录制 再来就是停止 记得要停掉 有开始 有结束 开始结束 然后再一样 就是一个清除 所以这边的话 就把那个清除输入上去 那清除的话 我是建议 把它盖过去 游标一样是要放在外面 再来游标点这里 那我要清除这个范围 记得 我是建议 不要这样选 我是建议 游标放在C2 然后呢 Ctrl Shift向右 Ctrl Shift向下 这意思就是说 它自动去追踪 最右边的范围 跟最下面的范围 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以后你的程式 就不用改写了 不然的话 如果你以后 是固定这样去选 那以后你的范围 会变动的话 那你程式就要改写 OK 大概会有这个差别 所以最好 让医劳永逸的话 干脆呢 建议 录制聚集的时候 用快速键棒 这样的话会 省掉很多麻烦 按Delete 这样的话OK了 OK就把它停止 那最后的话呢 就建立两个按钮 我们就可以完成了 把它按下去 有没有 他说要不要确定一下 他就过来了 清除 OK就清掉了 那 不过呢 有同学就说 老师每一次按这个资料 剖析 他就跳这个东西 他当然有些同学 是比较 比较龟毛一点的 他想说 老师这个东西 可不可以不要让他出现 那感觉很讨厌 虽然说不影响 最后的结果 他还是会过来 可是就是 他一直会跳那个东西 那有没有办法把它关掉 其实 要把它关掉 是可以的 只是说呢 你录制完之后 你要懂得去修改VBA 修改区集 其实区集就是VBA 所以如果你要修改它的话 很简单 就是说呢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跳到那个 你的这个 Visual Basic里面的 有没有 资料剖析 它录下来的东西 那如果说你要把那个 关掉的话 其实待会 只要加个一行程式 就可以了 加在哪里呢 这上面东西 我习惯把它删掉 看到这个注解 就觉得好像太多余了 只要加一行程式 那一行程式意思就是说 我要把那个东西 那个东西叫Alent Alent Alent就是一个 叫做小的讯息方块 要把它关掉 这样就OK了 那你要知道说呢 讯息方块是谁管的 所以你要跟他讲说 那个那个管的那个物件 其实就Excel 那Excel呢 在VBA里面 它叫Application App 其实就是App 那个Application Application OK 这个啦 应用程式 其实呢 VBA那个A就是Application Visual Basic for Application OK 然后呢 其实就指Excel 你点下去之后的话 里面有一个叫什么 DIS 因为呢 我要不要显示的话 就是Displace 那个东西叫Alent 所以你其实可以怎么样 把那个Application 就Excel 它有个开关叫做 要不要显示 那个什么呢 Alent Alent指就是那个东西 那个讯息提示方块 那你要关掉的话 后面加个等号 它就跳出 要不要开跟关 那你要关的话 应该是哪一个 关哦 它Displace就是要显示 对 其实关就是Force 有点像 所以在那个VBA里面 True就是On Force就是Off 然后呢 True的话呢 一般是E Force的话就零 不这个 这个也不用 你反正就是记得 就是True就是要 就是On 然后Force就Off OK 那我就把它Off掉 意思是说 到时候呢 你不要帮我开启那个东西 如果你那个 因为我不要跳那个东西 所以我告诉他说 待会你不要跳那个东西 加这样就OK了 加了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一直会跳 那个讯息提示 我们先按下去 看好不好OK 按下它 有没有 不会显示 清楚 感觉好像就顺一点 有没有 更顺了 不过其实你不加导 也没有差 反正应该可以得到你要的 只是说这个东西 有点像锦上添花 因为同学有问到 所以呢 我就补一下 这一行 其实这个了解逻辑非常容易 就是 Application就是Excel Excel里面呢 它有一个 可以开启或关闭 那个Alone的功能 叫做Dispress 所以你大概打一个DIS 它会跳一个 这个其实不需要特别死背 因为像这种功能 你大概用推敲的 只是说它的逻辑 都英文的 所以有时候你可能要 慢慢习惯 用那个美国人的那个思考的那个角度 逻辑去推敲 有时候答案都在里面 里面你会发现 Application里面管的可真多 有没有 从上到下 那每一个每一个 不需要一个一个死背 像我的习惯就是我要用的时候 我可以用逻辑推敲 把那个英文单字 稍微拆一下 有时候就答案出来了 然后后面的话呢 你就是把它等于什么 等于Force就可以 但有些地方你想说 老师这怎么我怎么学 其实有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要有一些参考的资料 最简单的方法 不用去外面买书啦 也不用去突然找 其实你只要记得F1 F我现在好像跟各位讲过来吗 F1哦 F1意思是说 请你帮我把那个 里面内建的那个 算什么 电子 算电子书吧 帮我跳出来 那当然呢 它这个地方有个缺点 就是都英文的 顶多它好像可以翻译 你就把它稍微翻译一下吧 你就是稍微可以理解 再不然就是 再到坊间找一下 有关这方面的那个 这个书籍啊 也参考书蛮多 Application也是这样 F1 你也可以按F1 它也会跳出来 跟你讲说 这个Application object 就物件 里面能做 然后有翻译功能 只是说呢 当然我前面有讲过 翻译的不是很好 OK那请各位试一下 我刚刚重点 回顾一下 一 就是说 我把刚刚的这个资料剖析的步骤 用录制聚集的方式把它录制 第二的话呢 录制完之后 只有加一行程式 就这个 Application.displace Alan等于False 画面先还给各位 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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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一些 如果细节部分 假如你一下子 没办法马上吸收的话 反正就这样 回去的话 反正你就再 再重听过 因为有些东西 可能课程流畅度 如果中间突然断开来 感觉好像就不连贯 所以有的时候 我就一股气 就把它从头讲到尾 至于有些细节部分 假如你一下子 有些地方可能 没有办法马上听懂 回去自己再花一点时间 再把它看过 我相信 像之前蛮多同学跟我讲说 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听跟回家听 好像又有不同的心得 然后 这一周听跟下一周听 好像又有不一样的感受 甚至就是说 因为他慢慢程度 发现以前听不懂 突然慢慢也听懂 所以这部分的话 请各位稍微试一下 那个步骤 那录制聚集 蛮重要一点 就是尽量还是不要用滑鼠这样选 尽量用快速键 所以你要向下选 就是有标放在B2 Ctrl Shift向下 那如果删除的话 就Ctrl Shift向右再向下 这种方法 我是觉得 尤其是你将来要录制聚集的话 还蛮重要的 虽然说是一个细节 但是如果你没有注意到的话 以后都是问题的开始 因为你变成你要改程式 你如果不想改程式的话 最好的方案 请你录制聚集的时候 不要用滑鼠选 要用快速键选 向下就Ctrl Shift向下 向右再向下就Ctrl Shift向右再向下 试一下 好 好